各位同学,你们能够回忆一下我们的皮肤的附属器官有哪些个? 你对这里面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 我相信如果有了这个概念,你就能够对于你的皮肤还有它的附属器官做很好的维护。 接着下一个章节,我们要介绍日光的光谱与紫外线的分类。